第374章,截狐,正想着的时候,我赫然发现两个道匠惊恐地朝声音传来的方向望去,之后竟是落荒而逃,到底是什么东西,能把两个道匠给吓成这副鸟样。 我眼睛一眨不眨地望着前方,期待着那东西出现,喷喷喷的声音不绝于耳地传来,并且在快速地靠近。 而当女人的小宝贝终于出现在我们视线中的时候,我惊得直接跳了起来,脑袋一下撞在山壁上,疼得我呲牙咧嘴。 那竟是一座如人间界小山一般高大的巨人,这巨人身上长满了腐臭的黄毛,嘴巴和鼻子吐得厉害,两只眼睛和满是獠牙的嘴巴相比有点小, 但却散发出令人不寒而栗的杀气。 我仰头望着这巨人,心惊胆战,真没想到在上古皇族所在的空间竟有这般的怪物。 女人则饶有兴趣地看着巨人,淡淡地笑了笑,小宝贝,谢谢你,又救了我一命。 我不可思议眼神地看着女人,这他娘的就是你的小宝宝。 女人点了点头,是啊,怎么了?我深吸一口气,这家伙可真大啊。 那是当然了,女人说道,这可是远古巨猿。 远古巨兽?我更觉得不可思议了,这个地方还有远古时期的生物。 妾!女人听到天大的笑话一般,咯咯咯地笑了起来。 你大概还不知道这里是远古世界吧?远古时代的生物都在这里得以保存。 一看你就是新来的,是吧张栓柱。 啊,你怎么知道我叫张栓柱? 我惊讶万分地看着女人,女人也有点吃惊。 没想到你还真是张栓柱啊。 张栓柱你好,我叫刘思雨,是和你街头的内影之人。 是楼兰小姐安排你在这儿等我的。 我好奇地问道,刘思雨点了点头。 没错,我对此很是吃惊。 楼兰小姐在妖界,是怎么同你联络的? 刘思雨说道,这些你就别管了。 楼兰小姐跟我说,你想加入上古皇族。 不过,你想加入上古皇族,必须先杀掉十个远古巨兽。 夺了他们的妖单,供奉给上古皇族才能加入。 要杀掉十个远古巨兽? 我瞪大眼,脸上写满了不可思议。 开什么玩笑。 刚才那两个比我强的道将,都被这玩意儿给吓跑了。 想让我一个人干掉十个远古巨兽? 那怎么可能? 刘思雨不满地白了我一眼,瞧你那点出息。 俗话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如果你了解远古巨兽的情况,想要灭掉他们,就简单多了。 跟你说实话吧,这些远古巨兽都没脑子。 你动动脑子,就能驯服他们,毕竟他们都是兽嘛。 这么说来,你有办法能对付远古巨兽? 我好奇地问道,刘思雨叹了口气,现在暂时还没想出法子来。 不过咱们两个,想法子,肯定能收复的吧。 我扎扎嘴,真不知道这女人到底哪儿来的自信。 对了,刚才那两个道将跟你好像有仇啊,到底怎么回事? 我问道,他们也是来捉远古巨兽的。 刘思雨说道,嗯,有点小过节,他们想占我便宜,不过被我小小地教训了一下,他们就对我心怀恨意了。 我总觉得,刘思雨这句话并不可靠。 你刚来这里,还不太清楚这里的形式。 刘思雨说道,那我就先跟你简单介绍一下吧。 经过刘思雨的介绍,我才大概得知这个世界的一些信息。 这个世界叫上古大陆,是上古皇族的老祖开辟出的一个世界。 这片大陆分为原始区和上古皇族管辖区,我们现在所在,就是原始区。 原始区里,住的都是远古时代的妖兽,远古巨元便是远古妖兽的一种。 上古皇族管辖区住的,则都是从三千世界飞升上来的道将强者。 这些道将强者,都在上古皇族的管辖之内,每一年都要向上古皇族交税纳贡。 当然,也有人间界的一些弱者,通过上古皇族遗留在人间的神塔,传送到上古皇族的世界来。 不过那些人,都是被上古皇族当作奴隶,出售给生活在上古皇族管辖区的道将们。 那些人基本上没人权可言,算不得上古大陆的居民。 生活在这里的道将,都想方设法地,想加入上古皇族。 而加入上古皇族,总共有两种方式。 一种方式是实力强大了,通过上古皇族的测试,做士兵。 不过给上古皇族做士兵,太苦太累。 而且生命没保障,很少有人会主动去给上古皇族当士兵,除非是上古皇族强行征兵。 另一种方式,自然是捕获远古巨兽了。 捕获了十只远古巨兽之后,就可以去上古皇族做门客。 虽说做门客,上古皇族不会给予他们太多的利益和修炼资源,但门客却高普通道将强者一等,有了权力在上古大陆能吃得开。 我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看来上古皇族的情况跟人间界都差不多的嘛,居民都分好几个等级,以实力为尊。 上古皇族在我心中一点也不神圣了。 我问刘思雨他捕获了多少远古巨兽了,刘思雨顿时一脸挫败感地叹了口气,哎,马儿都没捡到一根。 不过,我盯上了这头远古巨园,原本准备将它收入囊中的。 但你个臭小子,让别人发现了这头远古巨园,怕是我没机会了。 正说着的时候,我忽然感觉到四周有一股强大的气息在逐渐靠近,将我们团团包围了起来。 刘思雨顿时紧张起来,小声地道,糟糕,肯定是那胖子和寿子叫来了帮手,准备收了远古巨园了。 草他妈的,行动未免太快了吧。 待会儿,千万别出声,给我老老实实地藏在山洞里。 别被发现了,或许咱们还能护住一条性命。 刘思雨望着远古巨园,一脸的不甘心。 我说道,你就心甘情愿被别人夺走自己的猎物。 不甘心又能怎样? 刘思雨一脸的颓废,咱们两个根本干不过这帮人。 我说道,这样,等他们两败俱伤的时候,咱们出去抢腰单怎么样? 刘思雨一脸诧异地看着我。 你疯了? 他们的团队至少得有五个人,就算五个道江受伤了,咱们也同样不是他们的对手。 万一被他们抓到,咱们真的就玩完了。 我笑道,放心,我有法宝,就算咱们打不过,也能逃得掉。 说着,我立即和湿蚕沟通,湿蚕,待会儿我用龙穴草喂你。 你能否带我们突破重围逃跑? 湿蚕点了点头,可以,在这个地方,人类的实力会受到压制,但我不会。 道江不能顺移,我却可以。 我大喜,不过同时心生疑惑,为什么你的实力在这里不会受到压制? 诗蚕说道,因为我本身就是妖兽,上古大陆的压制对土生土长的妖兽是没作用的。 我喜出望外,刘思雨却依旧质疑我,担心我无法从这帮人手中逃掉。 但在我的再三说服,以及妖丹的巨大诱惑下,刘思雨最后还是毅然决然地点头答应了。 很快,七个道将强者便将远古巨猿给团团包围住了,看样子是准备偷袭。 而远古巨猿此刻正休息,全然没注意到七个道将的靠近。 这样对远古巨猿极为不利,万一他们偷袭成功,杀掉了远古巨猿,这七个道将的实力不受损,怕是我连抢妖丹的机会都没有。 我问刘思雨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唤醒那远古巨兽? 刘思雨犹豫了一下,让我在这里稍等。 而他则走进了山洞深处,很快便消失在了阴影里面。 第375章 逃出升天 刘思雨离开没多久,远古巨猿忽然暴怒,愤怒地跳起来,拍打着胸脯仰天一声怒吼。 升冲九天,风云动荡,整座山谷之中都吹起了一股新风,无数大树被拦腰吹断。 甚至七个道将都毫无防备下,被吹得东倒西歪,好几次都差点倒在地上。 妈的,好强,只是一声怒吼,就有如此大的威势。 我甚至怀疑他都能跟道尊有得一拼。 很快,刘思雨便折返了回来,一脸笑意地看着我。 我连忙问刘思雨是怎么把远古巨猿给唤醒的,刘思雨笑着道,简单,这通道能通到下方,我往远古巨猿的鼻孔里扔了一颗石头。 鼻子是远古巨猿的弱处,碰了他的鼻子,他自然会有危机感了。 我冲他竖起大拇指,强,七个道尊没料想到远古巨猿会毫无征兆地苏醒,顿时间慌了身。 其中那个大胖子怒吼一声,给我攻,重点是他的脑袋。 说完后,七个道尊立即疯狂地飞上去,不断冲远古巨猿的鼻子,释放出攻击。 远古巨猿勃然大怒,立即伸出双臂,胡乱地挥舞着,身子也横冲乱撞,一时间整座山谷里都不得安生了,好像发生了一场大爆炸,轰隆隆的声音不绝于耳,直入云霄的大山也跟着颤抖起来,碎石不断砸落,随时都可能倒塌。 倒江门的攻击砸在远古巨猿的身上,直接在远古巨猿身上炸出一个个的血窟窿,鲜血直流。 但这些伤对远古巨猿却不算什么,非但不影响他的攻击,反倒彻底激怒了他,他不断地冲到江门的方向追赶攻击。 因为远古巨猿一直都护着鼻子,所以到匠门都无法伤到他。 兽子立马下命令道,大家分成三波,前后都疯狂攻击,另外一对人马趁机偷袭远古巨猿的鼻子。 这只远古巨猿被激怒失去了理智,咱们能战胜他的。 话音刚落,七个倒江立马主动分成了三波。 前后个两人不断对远古巨猿施展攻击,而另外三个倒江则躲了起来,伺机攻击远古巨猿。 前后有两拨人发动了攻击,远古巨猿有些顾头不固定了,气得哇哇怪叫,最后干脆是拔出了一根大树,疯狂地舞动起来。 远古巨猿的力气太大,光是搅动的空气动荡,都把两的刀将给砸飞了。 而远古巨猿双手抱着大树,就没办法护着自己的鼻子了,藏匿起来的三个倒江立马偷袭。 其中一个家伙的攻击正砸在远古巨猿的鼻子上,直将他的鼻子给炸出了一个血枯龙来。 远古巨猿顿时疼地怒吼一声,随手将大树扔向其中一个倒江那个倒匠根本没来得及躲藏,便直接被大树树根给砸中了肚子,戳穿了,下一秒,身体直接崩溃,成了碎片。 而远古巨猿也不好受,鼻子是他的致命弱点,在鼻子受伤之后,他疼得捂住鼻子趴在地上,哇哇怪叫了起来。 冲啊! 胖子兴奋地喊了一声,他的鼻子受伤了,给我施展浑身解数攻击。 说着,七个倒匠直接飞到了远古巨猿身体上空,疯狂地攻着远古巨猿的肉身。 一道道攻击在远古巨猿后背上炸裂开来,很快他后背便血肉模糊一片了。 远古巨猿彻底被激怒,也顾不得自己的鼻子了,努力地站起来就要去打道将。 而剩下的六个倒匠早就有所准备,在远古巨猿刚站起来的瞬间,立即将攻击集中到了远古巨猿的鼻子上,远古巨猿的鼻子又被攻击到了,鼻子都快掉下来了。 而六个倒匠也损失惨重,远古巨猿拼命地冲几个人怒吼一声,强大的音波将六个倒匠给轰得倒飞了出去,肉身被疾风给吹出了一道道的伤口来,甚至有个家伙倒霉,撞在了山体上,身体直接崩碎成了粉末。 眼看着远古巨猿要支撑不住倒在地上了,我心中大为兴奋,就现在了,就是现在。 我把远古巨猿的脑袋拉到这里来,你尽快将他的腰单给夺了。 刘思雨激动万分,连连点头,好,就按你说的去做。 在远古巨猿即将倒下的瞬间,我立即释放出澎湃的法力,控制着远古巨猿的脑袋朝我们所在山洞的方向倒下来。 最后,远古巨猿的下巴正好卡在了洞口的凸显石头上,刘思雨直接攻破远古巨猿的脑袋,钻进了他脑袋之中。 而我们的突兀出现,立即激怒了几个道匠。 几个道匠气得哇哇怪叫,疯了一般地,冲我们冲了上来。 胖子口中怒吼,操你妈的狐狸精,又是你。 这次还找了一个奸夫,来坏老子的好事。 劝你最好别打妖单的主意,否则老子要把你强奸一万遍,操你妈逼, 快停下。 我没理会几个道匠,直接召唤出了尸残,催促刘思雨道。 赶紧出来,时间来不及了。 刚说完,浑身是血的刘思雨便从眼洞里面钻了出来。 我立即将它拉到尸残上,给尸残喂了一株龙血草。 尸残直接施展了瞬移,离开了这里。 而在我们离开的瞬间,几个道匠的攻击便已经砸到, 直接将山洞给炸的塌陷,凸显处也是掉落了。 尸残带我们顺移到了一个无人的角落里, 确保那帮道将没跟上来之后,我这才松了口气,喘着粗气, 瘫在地上,妈的,幸亏刚才跑得快, 再迟一秒,恐怕就被杀了。 刘思雨则激动地捧着一个圆溜溜的珠子,激动地全身颤抖, 腰单,这就是传说中的腰单啊,好漂亮。 我对刘思雨说道,行了,赶紧从尸残身上下来吧。 刘思雨看了看我,又低头看了一眼尸残,冲我邪恶地笑了笑, 之后手一抖,手中便出现了一把匕首, 他直接抓着匕首便狠狠地刺笑尸残。 我大惊,立即跑上去,直接用手臂挡住了匕首, 匕首刺破了我的手臂,疼得我呲牙咧嘴。 不过我还是一咬牙,将匕首给夺了过来, 同时一脚飞踹,将刘思雨从尸残身上给踹飞了。 操你妈逼,你他娘的想干啥? 第376章,罢坑于。 刘思雨一脸贪婪地看着尸残。 妖兽啊,尸丹啊大哥,别说你跟这妖兽培养出感情了。 感情能比尸丹贵重吗? 滚犊子,我顿时勃然大怒, 这该死的竟想打尸残的主意。 我毫不犹豫,把尸残收了起来, 愤愤地瞪了一眼刘思雨。 这妖兽比我的命还重要。 你要是再敢打她的主意, 小心我跟你没完。 刘思雨无奈地看了我一眼, 最后只能是不甘心地叹了口气。 其实你可以尝试着喜欢人类的。 如果你肯把她的妖单供奉出来, 我不介意让你喜欢我。 毕竟咱们是同物种, 我还能给你生出孩子来。 人和妖兽,毕竟是两个物种, 你们两个不会幸福的。 闭嘴。 我瞪了一眼刘思雨, 不是你想的那样。 她曾救过我的性命, 我怎么能杀了她? 再者说了, 这次如果不是因为她, 咱们也得不到这个妖单。 以后在面对强大敌人的时候, 咱们还指望失残救命呢? 你杀了她, 无异于事杀鸡取卵。 刘思雨一脸地不理解, 不过却也没再说什么。 对了, 咱们先找个安全的地方藏起来吧。 我说道, 我担心那帮人会很快追过来。 刘思雨说道, 放心, 我那件法宝能很好地隐藏咱们。 不过我觉得, 现在不如去另寻妖丹, 这颗妖丹是我的, 再寻一颗妖丹就给你怎么样? 哈哈, 没想到我, 竟然也有希望进入上古皇族当门客。 我瞪了一眼刘思雨, 心到这女人脸皮还真厚。 抢妖丹这件事上, 我的功劳最大, 这女人竟也不跟我商量, 直接据为己有。 你妈的。 不过, 我也懒得跟她计较, 说道, 走吧, 去别墅找找看, 看看能否再找到妖丹。 刘思雨说道, 我知道有个地方, 有一伙人盯着一个远古巨兽很久了, 这段时间, 他们应该收网了, 咱们不如去那个地方截湖。 我欣然点头答应, 走。 在刘思雨的带领下, 我们穿过了一座座高山森林, 经过了两天两夜的行程, 我们进来到了一座天池附近, 在一座高耸露天的连绵山脉山顶, 有一个天然的巨大水池。 说是水池, 面积却堪比人间界的一个线, 一眼望不到尽头。 水池里面盛满了碧绿色的水, 平静的像是一面大镜子, 倒影着朵朵白云, 风景优美, 令人心旷神怡。 我还没来得及观赏这优美景色, 刘思雨便带我潜伏在了最近的一座山头上, 轻声说道, 那个远古巨兽叫霸坑鱼, 就生活在水池下面。 周围埋伏了不少道将强者, 我估计, 他们快要收网了, 等他们两败俱伤之后, 咱们再跳出去截湖。 我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好, 耐心等着吧。 那水池的水, 虽然不是冰冻状态, 但却散发出比寒冰还要冷的气息, 尽管我们距离天池有五公里左右的距离, 可依旧感受到了天池散发出的森森寒意, 冻得我直哆嗦。 刘思雨最后冻得受不了, 干脆一把抱住了我的身子, 哆哆嗦嗦地道, 让我抱会儿, 我他娘的快冻死了。 我没反抗, 任凭刘思雨抱着。 刘思雨的身体虽然瘦, 不过却是很柔软, 尤其是胸前似两肉, 更是聊得人心里痒痒的, 令人忍不住生出冲动。 我低头看了一眼刘思雨, 她娇媚的脸庞正贴在我胸脯, 看着那精致五官, 可爱面庞, 我忍不住有点动心。 刘思雨头也不抬, 冷冷地道, 你的心跳得厉害, 别告诉我, 还是楚男啊。 我有些急促地, 为自己辩解道。 我只是紧张, 担心待会儿, 咱们能不能成功。 屁。 刘思雨说道, 是害怕, 还是激动, 我能分辨不出来。 你小子, 分明就是对我心动了。 告诉你, 最好别打我的主意, 我已经有相公了。 听他这么说, 我心里还是有点失望的。 不过我, 并未表现出来, 只是死死盯着对方。 我们在原地潜伏了七天七夜, 都不见埋伏着有动静。 这让我有些绝望。 心道, 莫非他们不准备出现了吗? 就在我准备放弃的第八天, 对方终于有所行动了。 静谧的湖面, 忽然波光淋漓了起来, 下面好像有什么东西在动, 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 水面的波动越来越厉害。 刘思雨大喜过望, 看见了吗? 霸坑鱼快要坚持不住, 马上就要出来了, 做好战斗准备。 此时水面已经开始, 掀起了惊涛骇浪, 而与此同时, 有个人影从一堆石头下面钻了出来, 他手中还拽着一根绳子, 而绳索的另一端竟拴着七八个人类的尸体。 这些尸体都已经被剥掉了皮, 浑身都是血, 不过已经被这冰寒气息给冻成了冰, 凝制在尸体上。 刘思雨小声道, 这些都是三千世界供奉上来的人类奴隶, 是上古皇族贩卖给他们的。 我调查过, 这些都是天街高手。 听刘思雨这么一说, 我忍不住的一阵唏嘘, 人间界的天街强者, 是人间界最强大的存在, 每一个都能只手遮天, 随便就能把道士圈子给搅得一番风雨。 没想到人间界的最强者, 到了上古大陆, 竟是奴隶一般的存在, 任人宰割。 那名道将将尸体扔到了天池上空, 利用法力维持着尸体不掉下去。 我能猜出来, 这帮人的目的, 很明显, 就是要用尸体做诱饵, 把罢坑雨给引出来。 随着诱饵的抛出, 天池池水的翻滚, 是越来越厉害了, 波涛汹涌, 甚至掀起了十米左右的浪花。 快要出来了。 刘思雨抱着我, 激动得全身颤抖。 罢坑雨因为常年生活在天池水底, 所以很少有人能见到他们的真面目, 是比较神秘的存在。 我还从来没见过罢坑雨呢。 道将缓缓控制着尸体, 往岸上飘来。 看样子, 对方是试图将罢坑雨引到岸上来对付。 终于, 在十几分钟过后, 天池里的水, 忽然朝两边翻滚了起来。 中间则出现了一条空白通道。 而在通道上则, 躺着一堆金黄色, 反射着万丈霞光, 很是耀眼, 壮观无比。 那赫然是一条体型巨大的鱼, 身体大概有五十米左右的长度, 身上布满了金光四射的鳞片, 硕大的鱼鳃不断鼓动着, 将两旁的池水给搅得翻天覆地。 罢坑雨的尾巴, 用力地拍了一下池底, 整座山脉跟着狂颤了起来, 海面直接引发了一场海啸, 卷起二十多米的浪潮, 朝四周疯狂地席卷了去, 甚至将附近的一座山头给削平了, 场面很壮观。 我所在的山头也疯狂地颤抖起来, 无数碎石哗啦啦地砸落下来, 我一把将手臂探入了石头中, 勉强稳住了自己的身形。 再看那名道匠, 已经将人类诱饵拽到了岸上, 罢坑雨借助着刚才那股反弹之力, 身子静直飞了起来, 直朝人类诱饵吞噬了去。 等罢坑雨飞到岸上之后, 那名道匠当即便怒吼一声, 给我打。 话音刚落, 周围瞬间飞出来了五个道匠, 三个道匠拦截住了罢坑雨的退路, 不让罢坑雨回到天池, 而另外的人则将罢坑雨 其余三面包围起来, 疯狂地对罢坑雨展开了攻击。 罢坑雨顿时害怕了, 疯狂地摆动着身躯, 想要回到水池中。 但奈何他的退路, 已经被道匠利用强大的法术给堵死了, 他根本就无法折返回去。 其余道匠的攻击都凶猛地砸在罢坑雨身上, 没多长时间罢坑雨身上的鳞片 已经给打掉了树片。 众所周知, 鱼肉比较嫩, 所以一旦鳞片掉了, 那道匠的攻击极容易伤害到罢坑雨。 第377章 大公告成 罢坑雨最后实在是有些招架不住了, 干脆张开大嘴, 凶猛地吐出了一口阴寒之气, 阴寒之气立即将罢坑雨包裹住, 他周身空气中的水分立即凝固成了冰块, 护着他的肉身。 而罢坑雨吐出的阴寒之气, 也将其中一个来不及逃跑的道将给团团包裹住了。 只是瞬间, 那道匠的身体 瞬间凝固, 成了一个冰疙瘩。 我估计他冻得没了意识, 所以身子重重地摔在地上, 冰冻住的身体立即摔成了碎片。 那道将的内脏也已经给冻成了冰块, 摔在地上四分五裂了。 其余的道将都吓坏了, 连忙远离罢坑雨, 从远处对罢坑雨施展攻击。 罢坑雨全身被冻住, 根本没办法动弹, 所以无法回到湖中, 只能任凭道将攻击。 道将们的攻击很强大, 将冰层一层层地破坏掉了。 而罢坑雨也会及时吐出阴寒之气, 将被破坏的冰层保护层修复上。 但吐阴寒之气应该耗费着罢坑雨的力量, 他吐出的阴寒之气越来越弱, 甚至一股隐寒之气包裹住其中一个道将之后, 那名道将愣是用强悍的法力将阴寒之气给破坏掉了。 罢坑雨已经十分虚弱, 眼瞅着就要支撑不住了, 我知道我们的机会来了。 我深吸一口气, 看着刘思雨准备好了吗? 罢坑雨已经十分虚弱了, 咱们将罢坑雨放到湖水中, 然后攻击罢坑雨。 刘思雨一脸惊恐表情地看着我, 你不要命了, 那湖水中的冰寒气息能瞬间把你冻成傻逼, 到时候连动弹都动弹不得, 还怎么夺腰胆? 别到时候被罢坑雨吃了, 变成罢坑雨的分辨。 我好奇地问道, 鱼也会拉屎。 我以前还真没见过鱼拉屎呢。 去你大爷的。 刘思雨一脸愤怒地瞪着我。 我在跟你讨论鱼会不会拉屎的问题吗? 我拍了拍刘思雨的脑袋, 笑道, 放心好了, 我自有办法, 待会儿跟紧我就行了。 我更谨慎地盯着重刀将, 等重刀将的实力消耗差不多, 把坑雨也虚弱到极点。 周围的冰保护层即将崩溃的时刻, 我将尸残召唤出来, 同时用意识和尸残交流。 尸残, 你修炼的是火系能量, 待会儿带我们顺移到海水中, 同时将坝坑雨也带入水中, 然后用水系能量给我们驱逐寒冷, 怎么样, 能不能办到? 尸残叹了口气, 我说主人, 我虽然是你的奴隶, 但你也不能这么使唤我啊, 我迟早有一天会给活活累死的。 我听了之后, 也觉得有点心虚, 是啊, 一直以来都是我命令失残做事, 却从来没给过失残什么好处。 于是我就问失残, 想得到什么好处? 失残有些贪婪地说道, 待会儿就让我把坑雨的肉体 给吞噬掉吧, 鱼肉肯定很美味, 我最喜欢吃鱼肉了。 我于是笑着答应了, 好, 以后我们猎捕的远古巨兽都给你吃。 失残于是吞噬掉了一株龙血草, 身形瞬间暴涨开来, 随着我一声令下, 失残立即瞬移到了坑雨旁边, 在那些道将尚未反应过来, 便再次带着坑雨瞬移进了湖水之中。 只等我们进入了湖水之中, 那些道降材终于反应过来, 怒吼一声, 混账, 赶劫, 给老子滚出来。 我根本不理会他们, 直接让失残带我们朝湖水深处游了去。 而岸上的众道将更愤怒了, 嘶吼声不断, 混账, 给老子停下。 众道将愤怒地施展着攻击, 但他们的攻击却根本无法穿透, 这冰寒海水直接给冻散了。 甚至有一个道将气不过, 想要潜入海水中, 但刚靠近海水, 便瞬间被冰寒之气给冻住, 无法动弹。 幸亏他的同伴反应及时, 将他给拽了出去。 他这才总算没有给活活冻死。 尽管我们有失残的火系能量, 给我们驱逐寒意, 但我全身依旧给冻得硬邦邦的。 若不是我意志力坚定, 怕是早已冻得休克过去了。 而再看刘思宇比我的情况更糟糕。 此刻他死死抱着失残, 全身依旧冻得瑟瑟发抖。 他艰难地对我说道, 张栓柱, 谢谢你之前拦住我, 让我没杀失残。 我, 我这会儿真他妈想嫁给失残。 我没理会刘思宇, 而是妄想坝坑鱼。 想杀掉坝坑鱼夺腰丹。 而令我没想到的是, 当我妄想坝坑鱼的时候, 却发现坝坑鱼的身子 在快速地缩小, 我傻眼了, 连忙问刘思宇 这他娘的到底啥情况。 刘思宇深吸一口气, 他现在很虚弱, 马上要化为原型了。 我顿时愣了一下, 难道坝坑鱼不是他的原型? 很快, 那坝坑鱼进化成了人类形态, 只不过没有双腿, 依旧是一双鱼尾巴。 他的上半身赤弱着, 皮肤白皙, 面容娇好, 一脸可怜兮兮表情地看着我, 看得我心神颤抖。 美人鱼, 这他娘的是美人鱼啊。 天底下竟真的有美人鱼的存在。 那美人鱼一下给我跪下了, 眼泪啪啪地掉下来。 先生, 求您饶我一条性命。 我也是苦命之人啊。 我生前被老公抛弃, 然后他把我腰斩了, 丢进了这天池里。 我每日忍受着冰寒孤独, 那滋味简直生不如死。 如果不是上天怜悯我, 让我以人鱼的身份活下来, 恐怕现在, 我已经化为了一堆枯骨。 先生, 您饶我一条性命, 我愿给您当牛做马。 不过美人鱼还没说完, 刘思宇直接一匕首, 刺进了美人鱼的胸膛, 用力一划, 便把他的身子拦腰斩断了。 鲜血瞬间染红了周围的海水, 一个圆滚滚的腰单从美人鱼的伤口里面缓缓掉了下来。 刘思宇把腰单捧在手中, 动得哆哆嗦嗦地道, 别说你真看上他了呀, 这美人鱼心肠歹毒着呢。 我要是在稍等片刻动手, 他就把你心脏挖出来吃了。 说着, 刘思宇把美人鱼的身子翻过来, 给我看他的背面。 我赫然发现, 美人鱼的后背上长出了一块锋利的鱼鳍, 如果他出其不意地攻击我, 恐怕我还真难逃一劫啊。 腰兽都很狡猾的。 刘思宇笑着把腰单扔给我, 大功告成, 咱们撤。 第378章, 原始荒漠。 腰兽都很狡猾的。 刘思宇笑着把腰单扔给我, 大功告成, 咱们撤。 我让诗蚕一口将美人鱼的肉身给吞掉, 之后让他施展瞬移, 带我们离开了这里。 我隐约听见那群道将的叫骂, 还有一个人大声嚷嚷着, 小狐狸精, 知道是你在搞鬼。 你等着瞧, 我们会抓住你的。 等我们涮移到了一处安全地带之后, 我小声问刘思宇, 你仇人还真不少啊, 这伙人竟然也知道你。 而刘思宇则皱了皱眉头, 我不认识这伙人啊, 见都没见过, 他们不可能知道是我的呀。 我满心担忧地道, 会不会是之前被咱们劫持的那伙人, 已经把你的事散播出去了, 所以他们才知道, 劫狐的是你。 刘思宇无奈地叹了口气, 妈的, 很可能是这样。 如果这里的猎人都知道我专门劫狐的话, 肯定会有所提防, 到时候对咱们的劫狐计划不利啊。 这件事, 的确够让人头疼的。 最后, 刘思宇一咬牙, 说道, 这样吧, 咱们再去干一条。 如果胖子真把咱们那事散播出去的话, 他们肯定认为, 咱们刚截胡一丹, 不会再去截胡了, 咱们偏偏给他们, 来个出其不意, 这样胜算还大一点。 我摇了摇头, 得了, 先休息吧。 你能坚持住, 出力最大的失残, 不一定能坚持住啊。 等明天再说, 他们有对策, 那咱们, 就改变咱们的策略。 刘思宇无奈, 最后只能是点头答应了。 我们找了一个隐蔽点的地方, 刘思宇掏出了一个长相, 颇似墨盒的东西来, 口中念了几句咒语, 墨盒顿时释放出一道法力屏障, 将我们给遮掩在了其中。 刘思宇说道, 尽管安心睡吧, 我这隐形盾很强大, 除非倒僵, 否则别人是找不到的。 这么强大, 我心中满满的都是不可思议。 那当然了。 刘思宇笑道, 行了, 别扯淡了, 赶紧睡你的觉吧。 我心中还是有些担心, 现在我们恐怕已经惹了众怒, 说不定这原始区的猎人们, 会连骑手来寻找我们呢。 我们手中有能隐藏身形的法宝, 别的猎人说不定有寻找我们的法宝呢。 所以我和刘思宇, 商量着, 刘思宇指手上半叶, 我指手下半叶。 我现在是队伍的主心骨, 所以我的话, 还是有很大的分量的。 刘思宇慎重考虑后, 还是决定听我的。 上半叶, 刘思宇值夜, 我安安心心地找了个地方睡了起来, 休养着精力。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 我忽然感觉, 有冰凉的水滴落在我的胸膛。 我立即睁开眼看了一眼, 竟发现是刘思宇正趴在我身上, 死死地抱着我, 脸紧紧地贴在我胸口, 哈喇子滴落在我身上。 她满脸愁容, 表情痛苦, 甚至眼角挤出了两行热泪, 说着梦话。 不要, 不要伤害她, 求求你, 求求你。 看来她是一个有故事的女人啊。 我把刘思宇平放在地上, 之后半蹲起来, 观望着周围的动静。 这刘思宇心可真大, 让她值夜, 她竟还睡得这么想。 结果我值夜了没多长时间, 便赫然感觉到, 一股威压从三个方向将我们包抄起来。 糟糕, 这股威压太强大, 我根本不可能扛得住我的第一反应, 就是这里的猎人们联合起来讨伐我们了。 不过他们好像知道我们藏匿的地方了, 因为他们释放出的威压范围, 正是以我们为中心的。 我立即拍了拍刘思宇, 想把刘思宇叫醒。 结果我正拍在刘思宇裸露的大腿上, 那滑溜溜的感觉令我有些窒息。 而刘思宇也紧觉地苏醒过来, 愤怒地盯着我, 色狼, 变态, 你想干嘛? 别说话。 我说道, 我们被发现了, 猎人们好像联合起来要围剿咱们。 刘思宇也立即紧张起来, 仔细感受了一番满脸的不可思议。 这, 这怎么可能? 我的法宝很厉害, 只有道尊才能找到。 别废话了。 我说道, 只有你有法宝, 就不允许别人有法宝了。 咱们现在赶紧想办法逃走吧。 对方距离我们是越来越近, 我们逃跑的时间并不多。 朝北面逃。 刘思宇说道, 我感受到北面并没有人。 我心中却满是顾忌。 你想过没有, 他们从三面包抄我们, 却不是从四面包抄。 他们的目的, 好像就是要逼咱们朝北边方向逃。 我觉得北边肯定有陷阱或危险。 刘思宇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嗯, 你说的没错, 可现在咱们已经走投无路了。 妈的, 我咬着牙说道, 是福不是祸, 是祸躲不过, 咱们没办法了, 只能往北面逃了。 我一把拽起刘思宇, 就朝北面逃了去。 同时暗暗和尸残交流, 尸残, 抓紧时间修复实力, 待会儿有用得着顺移的地方。 尸残有些抱怨的语气道, 老大, 这么短的时间, 已经施展了两次顺移本领了。 若是在施展顺移, 怕是就要, 耗费我的生命本源了。 我好容易才把生命本源给重新聚起来的。 之前在人间界, 为了逃避四大家族的围剿, 尸残已经耗费了一次生命本源顺移了。 没想到这么快, 我竟又面临了这窘境。 我无奈地叹了口气, 哎, 真他妈倒霉, 老天这存心是要跟我作对啊。 尸残说道, 老大, 别怨天尤人了。 你要是不作死, 能落入这幅境地。 的确, 这跟我作死也有一定的关系。 走吧。 我说道, 尽量积蓄力量吧。 后面的道将强者们不紧不慢地跟踪我们, 这让我心中那股不祥的预感愈发强烈了。 总觉得那些道将, 就是要将我们逼到某个地方去。 现在已经无路可退了, 虽然明知前方可能是陷阱, 我们也只能是硬着头皮往前闯。 我们接连往前走了两天两夜, 对方依旧是穷追不舍。 我无奈地问刘思雨, 知不知道前方是什么地方, 有没有潜伏着什么危险。 刘思雨焦头烂额地说道, 我从来没到达过这个地方来, 谁知道前方可能有啥危险。 张栓柱, 实在不行, 咱们突围出去吧。 我总觉得, 前方有更大的危险等着我们。 我叹口气道, 没用, 从他们的威压上我就能判断, 对方少说, 也得有上百位道将强者。 若是咱们尝试突围, 肯定会被道将强者围攻的, 咱们肯定死。 刘思雨无奈地叹气, 继续跟着我往前方飞。 我们穿越了无数的山河湖泊, 我发现越往前飞, 空气就越干燥, 温度越来越高, 植被什么的也越来越稀少。 三天后, 在我们穿越了几座高山之后, 这里的地形瞬间发生了变化, 前面竟是一片荒芜, 一望无际的原始大沙漠。 大沙漠一片平坦, 根本没有半点生命迹象, 到处都是沙子, 天空焦阳似火, 暴晒着沙漠, 踩在上面都烫脚。 这个地方根本就不适合生物生存。 难道那些道将想把我们逼进沙漠, 生生叫我们给耗死? 在我们步入沙漠之后, 那群追兵的速度骤然间加快, 看来他们的确是想把我们逼进这片沙漠, 让我们在沙漠中遭受折磨。 没别的办法了, 只能继续朝沙漠深处行进了。 刘思雨一脸的担忧, 张栓柱, 进去就是个死啊, 没有水, 除非是神仙, 否则咱们必定会渴死。 不用担心水源的问题。 我说道, 我掌握了水系法则, 能给咱们补充水分, 现在最重要的问题是, 咱们的食物问题该如何解决? 刘思雨大喜, 张栓柱, 你还真是处处能带给我惊喜啊。 你竟然还懂得水系法则, 你可真是我的福星。 第379章, 刘思雨的暧昧。 我们深入了沙漠一部分, 然后停下来, 静静地观察着追踪者的反应。 那群追踪者, 追踪到了沙漠边缘, 便停了下来, 众多道将将沙漠边缘给团团包围住, 不让我们逃出去, 看来我们的猜测是正确的。 刘思雨焦躁不安的四下里看了看, 说道, 张栓柱, 人家都说沙漠里面有绿洲, 你能不能感应到附近有没有绿洲啊? 我都快热死了。 能不热吗? 我说道, 裹着一身兽皮, 刘思雨低头看了看兽皮, 小脸羞得通红。 那个, 我把衣服脱了, 你不能乱看, 你如果敢乱看, 就得为我负责。 得, 我在人间界的几个女孩都搞不定了, 如果刘思雨再缠上我, 那还不得头疼死我啊。 所以我三下两下脱掉了自己的上衣, 给了刘思雨, 让刘思雨换上了我的衣服。 同时, 我施展水系法则, 凝聚了周围的部分水, 给我们两个解解渴。 张栓柱, 失残的声音在我脑海中响起, 他的声音有点发颤, 似乎有点恐惧。 我的直觉告诉我, 这片沙漠里有一个很强大的妖, 对方的实力在我之上, 他应该是个修者, 我。 妖物修炼? 妖物本身就很强大了, 若是开化了灵智, 修炼了法术, 那其恐怖就可想而知了。 我深吸一口气, 内心深处也生出一股恐惧情愫来。 妈的, 咱们尽量不要惊动对方。 失残说道, 恐怕不惊动对方是不行了。 因为我能感觉到, 那强大的妖兽生活在一片绿洲, 如果你们不去那片绿洲, 最后会被活活折磨死的。 草! 我在心里, 把那个妖兽祖宗十八代给问候了个遍, 就他骂一块绿洲, 还被那孙子给占领了。 我于是问失残, 咱们若是屏蔽气息, 应该不会惊动到那妖兽的吧。 失残说道, 不确定, 不过, 我建议你们, 还是别去了。 因为对方的气场太强大, 到时候光是气场, 估计就能压制住我, 令我不能逃, 更不能反抗。 此刻我的身子被晒得滚烫, 体内的水分, 在剧烈地流逝。 若是不找到一个地方避暑的话, 恐怕最后, 会被晒成人干。 最后, 我也实在是没办法了, 只能看着失残道, 失残, 带我们去找那个地方。 咱们小心点, 先休息一段时间再说。 失残点点头, 带领我们靠近绿洲。 行了没多久, 我便赫然发现在漫天黄沙之中有一抹绿色。 等我们靠近了, 赫然发现那是一小片夜灵, 在夜灵旁边还有一座不大的湖泊, 湖泊里的水湛蓝清澈, 风景优美。 不过一想到这里, 被一只强大的妖兽给占据了。 我这心里, 就不是一般的恐惧。 失残小声的道, 他的气息好强大。 我好害怕。 我立即对刘思雨道, 屏蔽气息, 这里生活着一只强大的妖兽, 尽量不要惊动对方。 刘思雨点点头, 将自己的气息收了起来, 我也收起, 缓缓落在了那片绿洲上。 我私下里观察了一番, 最后赫然发现, 在湖泊附近有一个两米宽的地洞, 想必那妖兽就在那片地洞里面吧。 刘思雨跑到湖泊边, 直接跳了进去, 贪婪地喝了一口水, 欢快地戏耍着, 完全忘记了妖兽的存在。 而我则捏手捏脚地靠近了那个地洞, 朝下面看了一眼。 这个地洞深不可测, 下方黑乎乎的, 什么也看不见。 如果我们不制造出太大动静的话, 应该不会惊动到对方的吧。 想到这我松了口气, 也跳入了湖水中, 贪婪地享受着清凉湖水带来的美妙感受。 等身上的热意退散了之后, 我便和刘思雨进入了那片夜灵中乘凉, 打破了两颗椰子之后, 享受地喝了起来。 刘思雨半开玩笑地道, 如果这里没有妖兽, 跟你一辈子生活在这个地方也不错。 你觉得那张栓柱? 我看了一眼刘思雨, 虽然她表面上是故意装作开玩笑, 可她殷切的眼神却出卖了她。 她在向我暗示, 在跟我暧昧。 她对我有些喜欢了, 毕竟我所展现的实力, 让她崇拜。 对于女人来说, 尤其是对刘思雨这种生活孤独无一的女人, 强大的实力, 让她们没有抵抗力。 我可不想跟她一辈子生活在这个地方。 所以我随口回了一句, 别开玩笑了。 之后便闭上眼睛假装休息。 刘思雨伤心地叹了口气, 也没再说什么。 和刘思雨这个少妇在这与世隔绝的地方生活, 那样的情景的确挺惬意, 让人憧憬。 说实话我也有点心动, 但奈何我肩上担子太重, 没资格享受这份惬意的生活。 我们两人一妖兽在这个地方, 愉快地度过了一个月左右的时间, 渴了就喝叶汁, 饿了就从湖中捉来两条鱼烤着吃, 日子过得挺爽。 这段时间, 刘思雨对我的态度好了很多, 经常给我做饭吃, 给我洗衣服, 甚至有时候还会下河裸泳来诱惑我, 跟我是暧昧什么的。 虽然我对这种生活的确心动了, 但我知道我不能, 所以一直以来都故作高了, 不解风情, 弄得刘思雨也挺难看的, 必须得找个时机突围出去了, 否则我真担心自己会沦陷在这短暂的幸福中, 让我忘记肩上的众人。 可那群猎人分成了两拨, 一拨搞后勤, 一拨24小时的守在沙漠边缘, 等着我们出去, 这让我烦不胜烦。 最后我实在无奈, 只能把刘思雨叫到跟前来, 刘思雨, 咱们不能继续在这里了, 必须想办法突围出去。 刘思雨有些伤心地看着我, 你真的向往那种打打杀杀的生活。 在这个远离世俗喧嚣, 没有功名利路污染的世外桃源生活不好吗? 我拍了拍刘思雨的肩膀, 无奈苦笑地道, 抱歉, 我肩上还有重担, 我要去救我的亲人。 如果我在这里贪图享受, 却是亲人的安危于不顾, 那我还算男人吗? 刘思雨沉默了, 两久之后才抬起头来, 说道, 张栓柱, 我就跟你说明白了吧, 经过这段时间的相处, 我觉得你能配得上我, 你是一个真正的男人。 如果, 如果你完成了自己的任务, 愿不愿意娶我? 第三百八十章, 她是妖王。 我有些刚大的看着刘思雨, 但莫道, 抱歉, 其实我在人间界已经有女朋友了, 所以, 我这么一说, 刘思雨的表情瞬间变得黯然伤神, 她低头沉默了两久, 这才是叹了口气, 算了, 既然你有女朋友了, 我就不打搅你了。 不过如果你, 什么时候分手了, 我希望你能来找我。 我笑笑, 缓解一下这尴尬的气氛, 之后拍了拍刘思雨的肩膀。 你这么美好的女孩子, 估计有很多男人追求你吧, 何必在我这一棵树上吊死呢? 你不懂女人的心思。 刘思雨惨淡笑笑, 不跟你说这些没用的了。 你不是想离开这儿吗? 我倒有一个法子。 我连忙问道, 什么办法? 说出来听听。 刘思雨说道, 那些猎人的目标是我, 如果你能将我交出去, 那样, 他们就会放了你。 不行, 我毫不犹豫地拒绝了。 你是我的战友, 我不能出卖战友, 换取自己的生存。 我不会同意的。 刘思雨笑道, 笨蛋, 你还真当我准备牺牲自己成全你啊? 我可以装死啊, 你假装把我的尸体交出去, 到时候那群猎人肯定会进入沙漠, 到时候, 你将那个强大的妖兽唤醒, 让妖兽对付猎人们, 而我们两个, 趁机逃走。 告诉你, 这片荒漠, 有很强大的法术禁忌, 人近来容易出去困难。 一旦他们进入荒漠, 想要出去, 要耗费一些时间。 那样一来, 强大的妖兽就有足够的时间, 和这群猎人厮杀了。 咱们也有充足的时间逃走。 我一拍大腿, 对, 就这么办, 这是一个不错的法子。 刘思雨点了点头, 在自己身上点了两下, 封住了自己的穴位, 让自己进入假死状态。 而我则抱起刘思雨, 朝沙漠边缘走了去。 当我靠近沙漠边缘的时候, 等候多时的猎人们, 纷纷朝我们望了过来, 进入了备战状态。 其中一个背着长弓的猎人, 腾空而起, 冷冷笑容地盯着我。 哼, 没想到, 你们竟能支撑到现在, 我还真有点小看你们了。 我深吸一口气, 冷冷地道, 少废话。 你们不是, 想要杀掉刘思雨吗? 刘思雨已经死掉了, 就交给你们随意处置吧。 刘思雨死了? 长弓猎人棱了一下, 狐狸的目光看了一眼我怀中的刘思雨, 利用法力探测了一下刘思雨的气息, 最后满脸惊喜地道, 没错, 刘思雨的确死了。 我把刘思雨放在地上, 说道, 劫狐这件事是刘思雨指使我去做的, 我现在愿把两颗腰丹还给你们, 只要你们能放我离开。 说着, 我把刘思雨放在地上, 随手掏出了两颗腰丹, 在众人面前晃了晃。 如果你们不放我离开, 我会和腰丹同归于尽。 长弓猎人淡默地道, 我们这次只针对刘思雨, 你的死活跟我们无关, 把腰丹交出来吧。 我说道, 我必须在安全之后才能把腰丹交出去, 希望诸位能理解一下。 长弓猎人倒是并未为难我, 点头答应了。 我立即绕到了远处, 准备离开。 而那群猎人则纷纷闯了进来, 要去擒刘思雨。 等他们进入之后, 我心中大喜, 立即喊道, 刘思雨, 快跟我走。 刚说完, 刘思雨立即从地上跳了起来, 解开自己身上的穴位, 就试图施展法术, 朝我飞上来。 而与此同时, 我立即命令尸残唤醒妖兽, 将妖兽引到这个地方来。 不过, 我却忽然注意到, 刘思雨的身子根本无法飞起来。 他只能徒步朝我跑, 一边跑一边冲我喊, 张栓柱, 快逃, 不用管我。 我大惊, 快过来, 你怎么了? 刘思雨说道, 我自封穴道, 需要半个时辰才能恢复法力。 记住, 我是为你而死的。 啊, 我傻眼了, 刘思雨明知道会死, 他心甘情愿地用自己的死亡换我的生还。 我心中一阵感动, 不行, 我绝不能让刘思雨为我送死, 我立即朝刘思雨飞过去, 想抱着刘思雨逃脸。 不过已经来不及了, 那群猎人已经将刘思雨团团包围住了, 冷冷地望着刘思雨。 狐狸精, 你他娘的还有点良心, 愿意替这个小白脸送死, 既然如此, 我就成全你。 住手! 我勃然大怒, 快放开他。 刘思雨看了我一眼, 着急地喊道, 张栓柱, 你他妈快逃啊, 别让本小姐白牺牲。 快逃! 话音刚落, 整片荒漠忽然疯狂颤抖了一下, 紧接着, 一道怒吼声在荒漠回荡起来。 吼! 声音一出, 众人顿时间傻眼了, 纷纷停滞在原地, 仔细聆听着回声。 等到回声彻底消失, 众人脸色都变成了紫青色, 一脸惊恐。 长弓猎人愤怒地吼了一声, 草! 你他娘的做了什么蠢事? 你该不会把妖王给唤醒了吧? 妖王? 感情那躲在绿洲中的强大妖兽是妖王, 怪不得连失惨都害怕呢。 给我逃啊! 长弓猎人怒吼一声, 打破沙漠的禁忌, 快逃出去。 话音刚落, 众猎人纷纷跑到了沙漠边缘, 施展出最强攻击, 攻击着沙漠边缘那一道看不见的禁忌。 随着众人的攻击, 沙漠边缘出现了一道半透明的法力照, 法力照将整片沙漠都包裹在了气中, 随着众人接连不断的攻击若隐若现。 这么多道将强者的攻击, 那叫一个强啊, 震得整片沙漠都震动得厉害, 到处都是飞沙走石, 爆破余波四处荡漾, 生生将这里变成了法力的海洋。 我立即冲到刘思雨身边, 狠狠地瞪了她一眼, 再敢有下次, 我绝不饶了你。 刘思雨双目含着泪光, 淡淡地道, 张栓柱, 咱们终于可以在一起的。 什么意思啊? 刘思雨说道, 哪怕下地狱, 我们两个也要不离不弃。 废话真他妈多, 我不再理会刘思雨, 直接抱着她飞到了边缘地带, 施展攻击, 试图将这片禁忌给打破。 不过众人尚未曾将这片禁忌给打破, 却是忽然有一道黑影突兀出现在了人群中。 人群中立即发生了一场大爆炸, 无数的倒将强者给炸飞了, 甚至身体都被炸成了碎片。 我定睛细看, 赫然发现一个体型庞大如小山的巨大蝎子 出现在了爆炸点的最中心。 顺移, 这个妖王蝎子竟然会顺移。 看着那两只如大型挖掘机般的爪子, 我的心狂跳不已。 这要是被夹子给夹一下, 那还不得变成粉末啊。 众多倒将都吓傻了, 纷纷逃窜着。 而不知为何, 那蝎子王两只星红的眼睛却忽然落在了我们身上, 直接横冲直撞, 撞飞了无数的倒将强者, 直朝我们的方向冲撞了上来。 卧槽, 什么情况? 为什么要故意针对我们两个? 那蝎子王的速度太快, 快到我甚至都没反应过来, 他便已经冲到我面前三米左右的距离。 那双钳子, 马上要嵌在我身上了。 说实实那事快, 在这眨眼间的功夫, 我脚下忽然出现了一个东西, 在这我迅速逃离开了。 我低头看了一眼, 发现是顺移过来的尸残。 尸残遍体鳞伤, 气息很微弱, 看样子刚刚和蝎子王经历了一场大战, 而且他处于下风。 刚刚顺移过来, 救我们两个, 应该耗费了他不少的力量。 我心疼地摸了摸尸残身上的伤口。 尸残, 难为你了。 尸残没说话, 直接带我们冲进了到降强者的群体中, 那些子王也跟着我们冲进了人群中。 那些道将强者都吓坏了, 一边疯狂地攻击, 一边散开, 躲避, 但却根本没用。 蝎子王体型庞大, 冲进人群中, 直接就将十几个道将强者给撵成了碎片。 第381章 尸残要进化 我害怕了, 真后悔将这个妖王给唤醒了。 他的实力太强悍, 我们这么多道将, 根本就不是他的对手。 我立即命令尸残, 逃。 尸残也知道这个蝎子王的厉害, 在尹蝎子王折腾死了一片猎人之后, 当即便留下遍地狼藉, 让众猎人替我们阻挡住蝎子王片刻, 争取了一些时间, 之后便快速地逃离了现场。 尸残已经施展, 步出瞬移了, 速度并不快。 无奈之下, 我只好给尸残注入了强大的法力, 增加尸残的速度。 在逃王的路上, 我问尸残, 为什么那该死的蝎子王一直针对我们? 尸残无奈地告诉我, 说他也不清楚为什么。 我们逃了没多长时间, 前方的空间忽然裂开了一道缝隙, 蝎子王竟瞬间出现在了我们面前, 拦住了我们的去路。 他虎视眈眈地望着我们, 冷冷地笑笑, 随后竟发出了人言, 把这家伙留下, 你们两个可以离开。 蝎子王说的是尸残。 尸残小声地道, 你们两个先离开, 我来会一会这个蝎子王。 我当然拒绝, 不行, 这个蝎子王太强大, 你不会是他的对手。 尸残也说道, 速速离开, 你们两个也不是蝎子王的对手, 只能沦为炮灰。 听我的, 快离开, 这家伙似乎并不想杀掉我。 我皱了皱眉头, 尸残说的的确没错。 那么多道将猎人都在蝎子王面前毫无还手之力, 更何况我和刘思宇两个刚进击道将的呢。 但我又怎能忍心刘思禅一个人和蝎子王战斗呢? 那样岂不是太没良心了? 就在我犹豫的瞬间, 蝎子王已经疯狂地攻了上来, 尸残的身子立马耸动了一下。 我和刘思宇都被弹了出去。 下一秒, 蝎子王如小山一般硕大的身躯, 凶猛地撞在了尸残身上, 最后竟是生生将尸残给撞得倒飞了去, 最后砸在地上之后, 身形瞬间透明了许多, 吐出了很多白色血沫来。 看着尸残奄奄一息的样子, 我顿时勃然大怒, 怒吼一声, 该死的东西, 我兄弟也是你能欺负的。 说完后, 我直接施展水系能量, 凶猛地撞向蝎子王。 水系法则, 是我现在掌握的最高级的手段, 可水系能量撞在蝎子王身上, 只是将他的身子给撞出了一道浅薄的痕迹而已, 只是减缓了他的速度, 并不影响他对尸残的攻击。 我当即便急眼了, 眼看着蝎子王要再次撞在尸残身上, 而尸残却依旧趴在地上, 无法还击。 哄, 下一秒, 尸残再次被重重地撞飞了去, 这次尸残的身子, 净断成了两截, 他的生气在快速地流逝, 我甚至快要感觉不到他的意念了。 尽管如此, 尸残却依旧集中意念, 对我说道, 张栓柱, 快逃啊, 我坚持不了多长时间了。 刘思雨也是哭着抱着我, 要带着我逃, 操你妈逼, 我当然不能逃, 直接就朝蝎子王攻了上去, 法宝石头, 快想办法救我的兄弟。 一边说着, 一边施展水系法则, 攻击蝎子王。 蝎子王愤怒了, 扭头冲我怒吼一声, 强大的声波, 便直接将我给撞得倒飞了出去。 而法宝石头终于说话了, 将妖丹喂给他, 说不定他还能带你们顺移离开。 我当时也顾不上那么多了, 掏出了两颗妖丹, 直丢给了尸残。 蝎子王见状, 立即要去阻拦两颗妖丹。 我干脆奋出了分身, 吸引蝎子王的注意力, 攻击蝎子王。 蝎子王被激怒了, 两条钳子手狠狠地朝我的身子拍了过来, 我和分身立即被拍飞了。 我的本尊砸在地上之后, 肚子立即裂开了一条裂缝, 肠子都流了出来。 而分身的情况更惨烈, 身子直接断成了两截, 马上要魂飞魄散了。 好在两颗妖丹最后还是顺利地落在了尸残旁边, 尸残毫不犹豫地将两颗妖丹吞噬了下去。 见尸残吞掉了妖丹, 我也松了口气, 立即开始修复着重疮的身子。 蝎子王依旧不停地攻击尸残, 可尸残却是僵在原地, 闭上眼睛一动不动, 不知道在搞什么。 尸残的身子断成了两截。 而我这时分明注意到, 尸残的两截身子, 竟释放出了一股强大的妖气, 两股妖气汇合在一起, 将断成两截的身子连接在了一块。 而且那妖气在快速地实质化, 最后, 妖气竟是实质化成了尸残身体的一部分, 将断裂部分给完美地拼接在了一起。 我忽然察觉到蝎子王产生了恐惧的情绪, 他施展出更强大的攻击, 疯狂地攻击着尸残。 而尸残却依旧是一动不动, 任凭蝎子王攻击。 蝎子王将尸残的身子给斩断成了十几节, 可尸残每次都能释放出强大的妖气, 将断裂的部分给修补上。 这么一会儿的功夫, 尸残的身子竟生生增长了十倍左右。 这诡异现象把我镇住了, 我惊奇的眼神看着尸残, 不知道尸残到底在做什么。 快看! 刘思雨忽然惊奇地道, 尸残身上竟然长出了鳞片。 我立即仔细观察, 果然, 尸残的身体上开始长出一些巴掌大小的鳞片。 不过数量很少, 很稀松, 不仔细看还真看不出来。 奇怪, 尸残身上怎么会长出鳞片? 净化, 尸残在净化一向沉稳镇定的法宝石头, 这个时候也忽然变得激动起来。 不过就算尸残要净化, 也不至于让蝎子王感到恐惧啊。 的确, 蝎子王在恐惧, 他在施展浑身解数的攻击, 就是想在尸残净化完毕之前将他杀死。 莫非, 蝎子王觉得尸残净化完毕之后, 能威胁到他? 尸残身上的鳞片是越来越多, 而这时我赫然注意到, 尸残的脑袋上竟开始鼓起两个大包。 看见那两个大包, 蝎子王竟惊恐到了极点, 恐惧的情愫甚至影响到了我的理智。 终于, 蝎子王最后不甘心地怒吼一声, 双腿一弹便直接逃走了。 我松了口气, 别管尸残净化成什么玩意儿, 我们现在总算是走出困境了。 我的身体也恢复得差不多了, 将分身融入体内。 第382章, 化骄为龙。 等我分身和本尊融合完毕后, 我这才松口气, 妄想失残。 而当我再次妄想失残的时候, 顿时间傻眼了, 失残身上已经密密麻麻地长出了很多鳞片, 几乎将他的法绳给遮住了一大部分。 而他头顶的两个小包也破了, 里面的东西露出来, 看着就好像是两个鲜嫩的触角。 最令人不可思议的是, 他的身体竟长出了八只如腿一般的东西来, 这会儿的失残看上去很奇怪, 我从来没见过这模样的怪物。 而这时, 法宝石头却激动地说道, 他要升级成龙了, 快, 快给他补充能量, 他竟然升级到高阶的虫。 化虫为龙, 我也满脸的不可思议, 一条虫子竟然也能变成龙。 传说中的龙, 不知是多少世界人的图腾, 我此生竟有幸见到一条真龙。 而且, 这条真龙很可能会再次成为我的奴隶。 我激动地有些不知所措, 连忙给失残输送法力。 法宝石头说道, 你那点法力根本白搭, 给他龙血草, 快, 他现在正处于突破的关键时刻。 若你能给他补充足够多的龙血草, 那他就可能真的成龙。 现在, 他不过还是胶而已。 我想都没想, 立即丢了一株龙血草给失残吸收。 不过, 一株龙血草的能量很快地便被失残给吸收了个干干净净。 我于是想都没想, 再次朝对方扔了一株龙血草, 很快再次被吸收干净。 第三株, 第四株, 第五株, 失残在快速地吸收着龙血草的能量, 搞得我现在都有些肉疼了。 这他妈的, 根本就是往里面砸钱啊。 而随着越来越多的龙血草被失残吸收, 失残长出了越来越多的鳞片, 几乎将身体完全覆盖。 而且, 鳞片也变得金光闪闪, 看起来比之前坚固了许多。 一直等吸收完第十株龙血草的时候, 失残已经完全被密密麻麻的鳞片给覆盖住了, 头顶两个鲜嫩的触角, 也变得老化了很多, 坚固无比。 而他的八条爪子也终于完全舒展开来, 支撑着他庞大的身躯。 龙, 跟我在电视上看到的龙一模一样, 威风凛冽, 杀气十足, 那冰冷的眼神, 足以震慑住一个天阶强者。 即便我和刘思雨两个道尊, 在面对他的时候, 依旧感到了一股强大的恐惧情绪。 刘思雨激动的声音颤抖, 传说中的龙, 传说龙族是妖王之王啊。 你竟然能有这么强大的妖兽, 告诉我, 这条神龙叫什么? 快告诉我。 我咽了一口兔沫, 说道, 叫, 扁扁。 扁扁? 刘思雨使劲咽了一口兔沫, 莫名其妙眼神地看着我。 你给他起名的时候, 是不是脑袋被门给夹住了? 好。 神龙一声怒吼, 天地动荡, 飞沙走石, 空间扭曲得厉害。 下一秒, 神龙的身子猛地飞跳了起来, 庞大的身躯只将我们裹在其中, 凶猛地朝前方飞撞了去。 下一秒, 尸残便带我们顺移到了另一个地方, 拦截住了蝎子王的去路。 正疯狂逃窜的蝎子王, 看见了尸残化身的龙, 顿时间止住了脚步, 惊恐地给尸残跪下了, 全身因害怕而瑟瑟发抖。 妖王之王, 这气场果真不一般。 我倒吸一口凉气, 尸残果然牛逼, 光是气场, 就把蝎子王完全震慑住了。 尸残似乎被蝎子王给激怒了, 尽管蝎子王已经向他俯首称臣, 可他依旧是疯狂地撞向蝎子王。 因为尸残速度太快, 竟是直接穿破了空间, 下一秒, 他便再次撕裂空间, 出现在了蝎子王身边, 尾巴随意地挥舞而出, 生生将蝎子王给拍得倒飞出去, 甚至他的两只钳子也被生生拍裂了, 空间再次因神龙的攻击而碎裂扭曲。 蝎子王意识到, 尸残不会放过他, 当即便疯狂地逃窜了起来。 而他的速度在神龙面前, 简直可以忽略不计, 神龙直追上去, 再次将蝎子王给拍飞了去。 这次神龙加大了力气, 蝎子王的身子, 直接在半空中碎成了粉末, 一颗腰胆滚落了下来, 神龙毫不犹豫地将腰胆给吞噬掉了。 做完这一切之后, 神龙好像没事人一样, 摇晃着尾巴, 浮在地上, 有些冷漠眼神地看着我。 我担忧地看着尸残, 不知道他净化成神龙之后, 还会不会认我这个主人。 于是我小心翼翼地喊了一句, 扁扁, 过来。 神龙冷冷地瞥了我一眼, 竟是扭过头壁上眼, 开始休息起来, 根本就不理我。 妈的蛋, 我心中一阵忐忑不安和愤怒, 老子好容易拿钱, 把他砸成了妖王之王, 现在竟然过河拆桥, 不愿听我命令了。 法宝石头淡淡地笑着道, 这有何难, 你直接实行主仆契约便可以了。 主仆契约对妖兽一族永久有效, 不会像人间界一样, 实力强大了能自动解除契约。 我松了口气, 不过心中也感觉挺疑惑的, 为何人类可以解除, 妖兽就不能解除契约呢? 法宝石头不屑地道, 妖兽毕竟是兽类, 天生就是给人做奴隶的, 天道自然不会给予他们解除主仆契约的机会。 我心道, 这明显是在骑士妖兽一族, 莫非连天道都要落入俗城, 对种族有偏见? 看着狂拽炫酷吊炸天, 一路火花带闪电的神龙, 我顿时就一阵来气, 直接施展主仆契约, 压制神龙, 神龙去吃屎。 神龙的身子不由自主地就动了, 他庞大的身躯卷曲起来, 要去舔尸自己的屁股。 他被主仆契约压制着, 根本就无法控制自己的身体, 完成我的命令。 神龙气坏了, 哇哇怪叫着, 快停下快停下, 该死的, 老子听你命令了, 还不行吗? 老子听你命令了, 没想到, 神龙竟然能直接开口说人话了, 那以后还在我面前装逼吗? 不了不了, 你才是天底下最牛逼的, 谁也没有你牛逼, 你根本就是牛逼之王。 神龙连连给我求饶道, 我这才淡淡笑笑, 行了, 别去舔屎了。 命令刚下, 神龙便轻松地舒了口气, 一脸惊恐地望着我, 遇见你我, 可真是到了八辈子没。 刘思雨也是一脸的无语, 估计是想不到, 我会吃屎这种方法去调教神龙。 刘思雨说道, 神龙果然强大, 张栓柱, 咱们给神龙取个名字吧, 叫扁扁太难听了。 我淡淡地点了点头, 嗯, 倒也是, 给他取名, 叫扁扁的丫头, 有点弱智。 当初我就说叫他钢弹来的, 我觉得, 还不如叫他钢弹好听呢。 刘思雨精的合不拢嘴, 人类果然都是弱智, 取名字都这么难听吗? 神龙抗议了, 我堂堂神龙, 不需要卑微懦弱的人类取名字, 我要自己取名字, 不如就叫我七彩斑斓, 威武神奇美龙王吧。 嗯, 张当淡, 这个名字的确不错。 好, 就遵从你的意思, 以后就叫你张当淡。 操你妈, 老子说的是七彩斑斓, 威武神奇美龙王, 是张当淡没错呀。 操, 你看娘的要点脸不要, 我说的是七彩斑斓, 威武神奇张当淡, 我也没说叫你美龙王啊。 哇呀呀呀呀, 美龙王唯一的不足, 就是情商不杂的, 容易暴怒, 我随便戏谑, 几句就把他弃成这样, 真正入了战场, 别人容易从这方面对美龙王下手。 说白点, 就是这条龙太肤浅, 配不上我这么深沉的人。 之后, 我们便准备离开这片荒漠, 去寻找妖丹。 我们的两个妖丹, 都被美龙王给吃了, 另外, 他还吞掉了一个妖王的妖丹。 好在这家伙的战斗力惊人, 在这个地方, 实力完全不受压制, 想要斩杀二十个妖兽。 为我们凑齐妖丹, 应该是轻而易举。 第383章, 这是一个阴谋? 我们来到之前猎人们大战蝎子王的地方, 遍地都是狼藉的尸体和武器, 禁忌已经被打破了一个大洞, 看来有一部分人逃了出去。 此刻那个大洞正在快速地修复着, 所以虽然我对地上的武器十分觊觎, 不过为了在破洞修复之前逃出去, 我只是扫了一眼现场, 拿起了一把看起来还算不错的长弓, 便带着刘思雨走了出去。 我担心那群猎人没走远, 还在附近守着我们, 所以我们走得很是小心翼翼, 生怕被伏击了。 而我们刚离开沙漠不远, 我竟闻到了一股血腥味。 俗话说, 是出反常必有妖。 这诡异的血腥味, 让我警觉起来, 警告刘思雨小心点。 美龙王现在是我们的杀手锏, 为了不让别人发现我们的杀手锏, 我已经让神龙化成尸残的模样, 躲在了我口袋中。 这会儿, 我察觉到了危险气息, 便警告美龙王警惕一些, 提防着周围的危险。 继续往前走了没多久, 我赫然发现地上躺着一个猎人的尸体。 我立即走上去观察, 发现这个猎人, 竟是第一次被我们截胡的胖子尸体。 胖子的身体严重扭曲变形, 骨骼静断, 皮肤裂开, 甚至内脏肠子 都给挤压出了体外, 表情痛苦, 颅骨也裂了, 脑袋扁扁的, 感觉他像是被活生生挤压而死的。 是谁杀掉了他? 这时, 刘思雨小心谨慎地道, 你注意到没有? 他的心脏, 不见了。 我立即看了看, 尸体被挤压出体外的内脏, 果然没发现心脏。 我于是用长弓, 把他凌乱的尸体, 翻来覆去地跳起来查找, 也没找到心脏。 刘思雨倒吸一口凉气, 一般妖兽才会吃妖兽的心脏, 我估计, 他是被妖兽攻击致死。 我皱皱眉头, 可是这很奇怪啊, 这个地方距离沙漠并没有多远, 那群逃出来的猎人应该还在一起, 才对。 他们团结起来对付魔兽, 应该没多大的问题。 刘思雨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然后观察了一下地面, 说道, 你看地面上密密麻麻的都是脚印, 按理来说这些猎人逃走的时候, 应该用飞的才对, 可他们却是用走的。 而且脚印紊乱, 走得很匆忙慌张, 好像是逃难的时候, 半空中也有危险, 他们不得不不行逃难。 我点点头, 分析得很在理, 咱们去前面看看。 我们前行没多久, 竟又遇到了一具猎人的尸体。 死状和之前碰到的胖子一样, 都是活生生被挤压死, 心脏不见了。 不到三公里的路程, 我们竟碰见了五具尸体, 而在我们最后翻过一座大山之后, 面前的情景, 让我们都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 十几具猎人的尸体, 密密麻麻地堆积在一片山谷之中。 他们的尸体, 都是被生生挤压死的, 心脏全部不见。 我仔细检查了一番, 竟然没发现一个活口。 更重要的是, 现场的打斗痕迹并不明显, 也就是说, 他们遭遇了一个绝对的强者, 对方强的, 让他们没多少还手之力。 望着尸体, 刘思雨淡淡地道, 你说, 会不会是有高人在背后, 帮我们? 我摇摇头, 这种可能性不是很大, 你应该不认识什么强者吧? 认识你的, 都是你的仇人, 而我也是出来乍到, 更不认识什么人, 对方这么做, 不像是在帮我们。 既然不是帮咱们, 那就是在害咱们。 刘思雨说道, 我细思极恐地看着刘思雨, 你是说, 有人在陷害咱们, 说这些人是咱们杀的, 到时候, 肯定为咱们招惹来一大批仇家。 刘思雨也满脸, 惊恐地点了点头, 可是对方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呢? 如果想害死咱们, 直接动手干掉, 咱们不就成了? 他能干掉这么多猎人, 相信杀掉咱们, 也是轻而易举的。 美龙王冷冷地道, 我觉得, 很可能是对方觉得有我这个七彩斑斓威武神奇美龙王在你们身边, 他不是我的对手, 所以才不敢直接对你们动手的吧? 这种可能性几乎不存在。 我说道, 那种强者实力太强大, 这么多猎人在他面前都毫无还手之力, 我估计你也不是他的对手。 再说了, 他这种级别的强者, 肯定也有很多强者朋友, 真想取咱们性命, 那不是什么困难事, 没必要搞得这么麻烦。 刘思宇叹了口气, 一脸忐忑地望着我。 张栓柱, 接下来, 你有什么打算? 我说道, 现在没别的办法了, 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 咱们继续走吧。 刘思宇无奈, 只能跟着我, 小心翼翼地往前行。 在我们行了五十多公里之后, 差不多来到了我们躲美人鱼妖丹的地方来, 我却忽然注意到前方有一伙道匠, 正朝我们这边飞过来。 对方的数量大概在五十人左右, 看他们的装束应该都是原始去狩猎的猎人。 我估计这帮人来者不善, 所以下意识地想要躲一躲。 不过我们还没来得及躲, 对方却注意到了我们, 立即飞到了我们跟前, 将我们团团包围住。 你们是干嘛的? 其中一个带头地冷冷地望着我们, 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我立即冷静地回答道, 我是刚从人间界飞升到这里来的。 那带头的若有所思地打量了我们一眼。 那这么说来, 你还不知道这原始去发生的事? 他们说的, 应该是众猎人被杀的事。 我连忙摇头, 不知道, 怎么了? 这时, 一个独眼狼冷冷地道, 大哥, 别跟他废话了。 我怀疑这家伙, 就是杀害那群猎人的真凶, 不如直接干掉, 他们算了。 我的心脏猛地跳动起来, 妈的, 看来我们又遇到了一个大危险。 这帮人明显是替那群猎人报仇的, 若是让猎人们知道, 那帮猎人的确是被我们杀的, 那可就麻烦大了。 我深吸一口气, 用意识和美龙王交流, 让美龙王随时做好战斗的准备。 众人, 也都虎视眈眈地望着我们。 我感觉这一战一触即发。 第384章, 原形毕露 那个老大瞥了我一眼, 大手一挥, 竟是释放出了一个水桶般粗壮的闪电, 直朝我攻了上来。 我大惊, 连忙施展法术抵挡。 尽管我将他的闪电攻击阻挡住了, 但我依旧被闪电爆破的余威给炸得倒退了几步, 凶猛地撞在一座山上, 身体完全镶嵌进了山体之中。 美龙王和流思雨大怒, 想要动手和。 而我立即用意识制止住了两人, 对方这是在试探我们, 我们不能中了对方的计谋。 你们干什么? 我愤怒地瞪着众人, 那老大不屑地看了我一眼, 之后淡淡地道, 你们觉得, 凭他的实力, 能杀掉这么多猎人? 众人纷纷摇头, 我松了口气, 果然是试探。 而且我成功地通过了他们的测试。 行了, 那老大说道, 咱们继续前进吧。 你们两个, 也加入我们的队伍吧。 我犹豫了一下, 问那老大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老大淡淡地道, 最近这片原始区出现了一个大魔头, 专门猎杀猎人。 这附近的猎人, 都被那大魔头给杀掉了。 我们正联合起来, 去找那个大魔头, 必须将大魔头给杀掉。 以后, 你们也要在这里混, 自然也要为讨伐大魔头出一份力了。 我点了点头, 既然这样, 我们愿为您效劳。 队伍继续浩浩荡荡地前行。 这对人马, 各个怒气十足, 看样子对大魔头十分憎恶。 如果让他们知道这些猎人的死亡, 也有我们的功劳。 甚至我还有一条神龙妖兽, 估计这些人会拼命地攻击我们。 我们必须得掩饰好自己的身份。 继续前行了没多久, 我们再次碰见了一对人马, 是别的地方集结而来的猎人。 我深吸一口气, 心中隐隐有些不安起来, 这个地方不知道有多少猎人, 估计都要集结到这个地方来。 万一他们在死亡现场, 调查到关于我们的蛛丝马迹, 我们的下场不堪设想啊。 不行, 跟着这帮人, 实在是太不安全了, 必须得想办法离开。 在两队人马得知, 他们有着共同的目的之后, 队伍便会在了一起, 继续前往那片荒漠。 而随着我们的前行, 我们遇见了越来越多的队伍, 他们也都是去荒漠讨伐那个大魔头的。 一来二去, 队伍竟壮大, 成了几千人的队伍了。 望着这上千个道将, 我心中感慨颇多。 这些道将, 任何一个在人间界, 那都是主宰一般的存在。 可到了这个地方, 却只能算作是最底层。 如果不是因为爷爷和名妻在上古皇族的话, 我才不会到这个地方当凤尾呢。 我和刘思雨用意识交谈着, 得找个机会逃走。 不过周围都是密密麻麻的道将, 我们根本就没机会逃走, 这让我颇为头疼。 随着我们靠近荒漠, 我赫然发现, 在沙漠边缘, 竟已经集合了另一支大队伍。 那队伍的规模, 比我们队伍的规模之大不小, 估计也得有上千个道将。 我傻眼了, 没想到这个地方竟有这么多猎人, 我心中其实比谁都清楚, 这些猎人只是全部猎人的一部分, 肯定还有一部分猎人没来。 我们这下是犯了众怒啊。 这探娘的, 可麻烦大了。 在我们队伍的老大表明来意之后, 对方便示意我们下去, 告诉我们说, 有一个家伙没死透。 问我们队伍里有没有神医, 将那个猎人给治好。 人群中飞出去了十几个医生, 和那支队伍派出的医生汇集在一起, 给其中一个猎人疗伤。 那是一个女人, 穿着一身兽皮, 后背还背着一把砍刀。 她的身体扭曲得厉害, 颅骨都破碎了, 可她的生命力依旧顽强, 此刻半睁着眼, 嘴巴在蠕动, 看样子还没死透。 我看了一眼刘思雨, 刘思雨也吓坏了。 如果那个女人苏醒了, 肯定会把我们两个指认出来, 到时候, 我们两个必死无疑。 我急得满头大汗, 我必须得偷偷地离开。 这时, 旁边一个猎人注意到我一头汗水, 轻声问我怎么了。 我说我憋了一泡尿, 得找个地方解决掉才行。 那家伙莫名其妙地看着我。 你还不是稻僵吗? 莫非是奴隶? 稻僵可不会被一泡尿给憋坏。 我连忙解释道, 我是稻僵, 不是奴隶。 只是我在人间界的时候, 身体透支得厉害, 所以身体素质不咋的。 那人顿时扑的一声就笑了, 的确, 身边跟着这么一漂亮小妞, 是个男人都把持不住。 说着, 他还色眯眯地盯着刘思雨的两条大白腿, 看来看去。 刘思雨一把抓住我的胳膊, 哥哥, 我跟你一块去吧。 我点了点头, 走吧。 留你一个人在这儿, 我也不放心。 不过我尚未离开人群, 一个大夫却忽然站起来, 喊了一声, 所有人都站在原地, 不要动。 他说他感受到人群中有那个大魔头的气息。 话音刚落, 队伍顿时有些慌乱起来, 那个大魔头埋伏在我们的队伍中, 也就是说, 每个人现在都面临着死亡的威胁。 不过众人很快便安静了下来, 提防着周围任何一个人。 我和刘思雨也停下了脚步, 惊慌失措地望着那个猎人。 女猎人已经苏醒了, 她闭上眼, 静静地感受着人群, 想要寻找到我们的气息。 很快, 女猎人便指了一下我们的方向, 说道, 那个大魔头就在那个范围。 其中一个强者立即飞到我们上空, 利用强大的法术屏障, 将我周围十米的几十个猎人都给囚在了其中。 陈生道, 你再过来感受一下, 看看谁是大魔头。 而被法力屏障包围起来的猎人们顿时间更慌张了, 立即离身边的猎人远了一些。 奇怪的是, 不少猎人纷纷靠近了我这边, 估计他们觉得我实力太弱, 是最没嫌疑的, 所以才对我放心。 我心中苦笑连连, 完蛋, 这下估计要被识破了。 那女猎人也飞到我们上空, 闭上眼静静地感受了一圈, 最后手指毅然指向了我。 是他们两个, 是他们两个, 我认得他们, 快捉住他们啊。 女猎人一直我们两个, 围在我们身边的猎人顿时间吓坏了, 今生间叫着, 远离我们两个。 而那个强者立即怒吼一声, 快用法力加持屏障, 千万不能让这个大魔头逃掉。 与此同时, 那个强者也将法力屏障开出了一道缺口, 将其余的猎人从法力屏障中释放了出去。 我一把抓住刘思雨, 快逃走。 不过, 已经来不及了。 那个强者, 已经把大窟窿给堵住了, 我们根本就出不去。 周围的猎人都一脸质疑, 表情地看着我们, 都不敢相信。 我们两个, 看上去人畜无害的弱者, 竟是杀掉上百个猎人的大魔头。 法力屏障, 在两千个到将强者的加持下, 非常强硬, 别说闯出去了。 即便我们, 安安静静地站在其中, 也感受到了一股强大的威压。 我咬着牙坚持着, 喊道, 你们不要被他骗了, 我们的实力, 杀掉其中一两个猎人都费劲, 更别说, 干掉这么多猎人了。 周围的猎人也纷纷表明自己的疑惑。 是啊, 这两人感觉实力的确不咋的, 怎么可能杀掉这么多猎人? 对啊, 我觉得他们两个联手都不一定是我的对手。 众人你一言我一语地提出质疑, 连那个最强者也狐疑地看着女猎人。 你确定是这两个人? 可是他们的实力真的很弱。 在我面前, 他们无法隐藏实力的, 我不会看错。 女猎人着急地辩解到, 她收复了一个强大的妖兽做奴隶, 那个妖兽甚至能瞬移。 女猎人着急地辩解到,